在717军事爆料中曝光的中共空军19个前线指挥所中 渠州机场指挥所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渠州机场是一个军民合用机场 它也是中共解放军重要的空军基地 装备有歼10战斗机和俄制的苏27、苏30战机 当地民众也曾拍摄到中共最先进第五代隐身战机 歼20在这个机场起降的画面 由于渠州机场地处东海热点地区 它不仅靠近台湾也直接面太平洋、隔海与日本 韩国相对军用位置十分重要 机场最早在二战时期就已建成使用 该机场距台北仅500公里 从这里起飞的歼20战机飞行15至20分钟就能飞抵台湾上空 飞行7至8分钟就能把台军战机纳入到机载导弹的有效打击档 从这里起飞的战机也可以对着冲绳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 并威胁靠近中国周边的美国航母编队 渠州位于乾塘江上游 总面积8844.6平方公里 人口约260万人 从卫星图片可以看出 渠州机场周边范围人口仇敏 它附近的居民小区有22个 医院核诊所有 42所 有28所学校和17所幼儿园 一旦在战时 机场遭受到军事打击 会给附近民用设施带来很大危害 计划 有5个人 感谢